這把隊友進的賊快 我卡下去兩分鐘了 我吐了 來吧開癮 你這個人怎麼換個女塔了 你們看 這身一般也是紅開的 這會應該碰碰不到她 這個上 全部加盾 發了12個刀還好 所以今天這個路線F6跟石油冷沒打了 這我要去吃蟹去 那我們就清他F6加石油冷 等會等級還能反操他一下 給他 晚了一分鐘 這有 會例外 給他留個小子 不然他沒得吃了 這皮膚的普攻聲音蠻好聽的 有一說一 說吧 是不是你走投無路了才找到了我 放肆 就拿卡爾瑪吧 幸好都打爛了你再塔下補兵 我 我能暈掉了 幫他往冰鳥那邊拉一下 幫他往冰鳥那邊拉一下 這個線這麼長 就拿 留一下死了 隨便留一下 主要對面這把 下路雙遠程 要變藍凱肯定得抓了 喵 每件事都可以 找到 我已經怕這把 不在無尼二人 都和你一樣自大嗎 疙瘩和我一樣 我們在無尼三個 開封鎖 雙遠應該安慮 這腰就卻下了 這件事把龍偷了,他要打紅,上半區的野 我們去把他野刷了,可以升6了 就是這種寶崩與前夕的期待 不對,還是殺戮最後萬一 不刷嗎? 他更新裝備了,我殺不過他,這冰鳥來個Q1他就死了 他好像去了,他只是單純來裝補波線的 這我在下半區又把他上半區也給他刷了 靠刷也就等級把他壓制了 他刷完這波也應該要回家,現在已經在回家的路上 這藍就不要貪了 藍收益不高,只是有buff的效果而已 這個藍機開始游了 這狗星還有這麼多血 拉他死 他要的一個血液 誰吃? 我單身於一個死奇沈沈的風頭 而我 我 怎麼那麼很要 2 8 8 8 9 9 8 9 能量不亏的 看能不能跟下游来波配合 差不多过半了 这跟打河蟹交不交技能没关系 你都已经被他看到了 你不打河蟹你也得交这些技能 那你还不如吃一个河蟹呢 你觉得这个妖姬一个远程7级 会这么容易放你走吗 他没拉呢 他没拉呢 来一次 六级箭上 我大块好了 我有点不是很想去下 这波冰鸟没拉 去一下吧 花鱼可以晚一点 变身是不能晚的 下路就在塔下吃线了 他没往前压 这波线很长的 跟一下 这波要死一个的 我能量还差一点点 这次拿先锋了 可以给他越了 冰线进塔了 来直接大 这个人 假装失误是吧 十字K头 还行吧 变身了 十一分钟一般般吧 十分钟以前算快的 十二分钟以前也算不慢的 把爪子买了 他这波应该要去上丢先锋 我去反蹲一下 我去反蹲一下 上路两格鞋 上路两格鞋 他就下 下塔三格鞋也可以 升程都让它被用 暴力我 按锋 赶紧把塔卸了 我看能不能提前吃鞋塔 这箭台还没开 死了 那先放烂了 这样 贪逼 下波线进来了 我们应该是可以吃一些塔 我看这下路的样子 打龙团应该以 他不会过来的 这龙团谁要 谁要吧 看他们能再抓一波这狗虫 再把上路塔给他卸了 这经济就补回来了 只要变身了 秒轮就方便了 我可以杀你有大 把他杀了 这个塔还可以吃 我先等个他大 我去秒个先分 秒个和蟹 他该不会毙了吧 没有 大宝剑撞起来 他死了 什么样 对不对 这不是乱杀 刚好 最后一个末班车了 这塔还可以卸了 这些还在手里面 这个剑身 他这个打法落后了 买木论 没啥用 打不动了 那会 看来得光龙瞎波了 别丢龙了 打不打龙 跟打野没什么关系 跟线上关系比较大 看吧 我都那么大优势了 提前一分钟 在小龙那边浪费时间 对面五个群来了 我们这边就一个都没有 直接回家了 两二一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想要出啥 一个盾 这把的话 先买夜愣 幽默也可以吧 选择性有点多 随意 我已经起来了 我现在有一点 就是 别人 在小龙那边 为什么我要去 谁 我要去睡 我要去睡 中了朋友 但是 这波我就不需要 他上不上我都可以上 他一回点血不拉 没事他死了 他都Q杀不了了 他如果这波是 盾弓或者 海妖还可以再杀一个 800我可以借220 那钱还不够 现在应该够 跳一下钱 我还有10秒 这个在 我16分钟可以多借10块钱 那我可以借230 然后再等一波 刚刚好钱 完美数学 跳 跳了 225 才涨5毛 这5块钱是吧 我以为涨10块钱的 那还是多等了3秒 他一分钟才涨5块钱 我记得好像是10块钱 我这波大好了 我来双杀了 Buff可以续一下 卡尔玛要来陪演 让他死了 这个爪子留着杀EZ 他比较灵活 等一下 这个冰凉 交付喉咙这波都没用的 Buff归位 这残害这么高 我这波稍微少一级都被他杀了 炉灵活 炉灯 电刑 加点蓝 我还开一吸了一口血 差一点点 这波可以拉龙了 嗯 双窗 玩个辅助出双窗 在拉斯是吧 回家了 刚好让他刷新一波钱 这双窗确实伤害还蛮高的 刚好下一波回家 魔宗出了 水地叠满了 就有魔切在了 科学仰助一波 他的皮肤跟圆皮有区别吗 黑夜狮子 我说的是黑夜狮子的圆皮 你在干嘛 怎么在拔剑 开大 开先锋 他先锋快到齐了 好想法 我不应该阻止他的梦想 这波是我太残忍了 击碎了他最后的一丝的幻想 习组顺便躲下他的恶断链子 可以 这把节目效果来了 这把感觉我可以杀30个 队友挺相信我们的实力的 假装走 这狗虫在追我 他就没了 还有一波视野 拍拍熊 把魔都买了 神魔蝎对面五个都是玩具了 没错 选的好 开眼不要出圆弧 会降低你的优势的 开眼不太适合 你要是优势大 稳赢出啥都无所谓了 这把一打几 不要买圆弧 哇好帅的妖剂 反应这么快吗 我这波特意不想他回城的 闪W 看我这把如何一威五 这妖剂还是有点小操作的 这把冰鸟玩的也还可以 相对而已 真信者才能永生 其他人 谁会在死后 我 你爱 一只 留下光明 不会又死了 这 这奸战都不跟团了 他应该被队友battle了 你不给我异 我就杀不了你 你给我异干嘛呢 这个 我这个人 乐爱和平的 你不打我就不打你 你不打我就不打你 开大猜场 战略点给他吃一个 都不打你 就像他 我 你不打你 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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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是我错失的积极 跳个鱼 我不上钩 瞧不起我这10块钱是吧 看到我 完蛋 这不我上钩了 这不应该爪子AQ他的 连招有问题 这狗圈直接闪现拍我了 全是物理伤害 我还没神装呢 我想一下待会先秒谁 待会才是得先杀EZ或者妖姬 最好是妖姬 卡尔玛有中亚不好杀的 针对一下他 他这种肉狗熊基本都是物理伤害的 来啊 来啊 这一人在过来干嘛呢 皮下很舒服是吗 直接按住啊 吸附按住啊 吸附Q 就非得过来水枪对着我射一下 这伤害太高了 先攻都烧不出来钱了 我这我真终于赢一把了 我开播不是也几连胜吗 没赢的局 我难道不也是惨局恶之杀吗 队友非得送我有啥办法呀 这技能都不守家 这个人 送他回家一下 不行 我想再玩一把 我想再赢一把 主播玩影放了 主播杀嗨了 有点控制不住我的麒麟币了 来播 顺便来播加班抽号好吧 这号都打完了 今天 抽一个明天打吧 这边来吗 这边来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